Yarchik 泛语 探索 寻找 真理 知意 这个名称可以用来代表个人 也可以用来代表灵性意识 它是任何追求灵性力量的求道者的名字 云南大理开悟者 Yarchik 新人泪洋生意识 剑道界 2018 年 10 月 8 日 纪昌向飞魏学习剑术 飞魏说 你现在还不具备学剑术的资格 你要先能够学会不眨眼 能睁住眼睛 睡觉才可以 纪昌回到家里盯住织布机的梭子练习眼工 用了两年时间练就了一套不眨眼的功夫 睡觉时可以整夜不闭眼睛 纪昌高兴地回来找飞魏 飞魏又说 你只是初步具备条件而已 你还要能把小的看成大的 才能真正学习剑术 纪昌于是回到家里 把一只狮子用头发戏吊在窗口上 累日累夜盯住看 用了三年时间 终于能把狮子看成马一样大 在飞魏的教导下 纪昌很快练成了高超的剑术 飞魏称他为天下闻名的射手 纪昌对此并不满意 一心要成为天下独一无二的神射手 飞魏告诉他 峨眉山上有一位甘颖老人 剑术超凡 与自己相比有天壤之别 纪昌就去拜甘颖老人喂尸 老人把纪昌带到悬崖边的一块石头上 让他站在上面射鹰 一阵风刮过来 纪昌颤颤巍巍 无法保持身体的稳定 而老人镇定自如地站在上面 只做了一个搭弓射箭的姿势 天上的老鹰就立刻掉落在地上 但是老鹰并没有毙命 老人告诉他 使用弓箭这只不过是射之射而已 能够不射而中 这才是不射之射 是真正神奇的射箭之道 纪昌大卫震惊 决定留下来和老人学习不射之射的奥秘 在峨眉山学艺九年后 回到邯郸城 他似乎变了一个人 非为陷到他一副神闲气定 与世无争的面容 才向他叩首鞠躬 称他为真正的天下第一神射手 从此纪昌 再无拿过弓箭在人前炫耀 当纪昌老的时候 甚至已经不认识弓为何物 该赢的厉害不是因为他的剑术 而是他的道 他用道来射物 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纪昌在那九年里所学 正是得道的过程 最难理解的也是道 似乎所有术都有一个追求 想达到出神入化的道 剑之道不是图夺取生命 不伤害生灵 但他总能毫不费力 就命中目标 胜人一筹 莫有任何逻辑可言 所以那不设之设的经验 不会留下任何文字记载 成为一名高超的剑手 技巧可以通过努力 训练达到纯熟 但是要成为一名神剑手 就像老子说的 为其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放弃了争斗心 莫有野心 就莫有人可以和其竞争 再厉害的剑术 在一个不使用弓箭 而能射的人面前 就会显得多余 望尘莫及 任何有规律的术 都可以一步步按部就班地学 除了道 捕蛇的工具 不能用来捕捉天上的龙 心智的工具 也无法获得道的奥妙 古人曰 道者神异之物 虚而无相 灵而有幸 随盈不测 影响莫求 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通生无愧 也就是说 道是无形无相 迎之不见其手 随之不见其尾 无法固化 永不愧乏地存在 但是只要能够跟随道的自然 身神明依 心语道合 就能得道 得道终究是一个离行去之的过程 心本就无相 行则是心的现象 修道心不现 行俱敏 才能悟我两望 天地万物都在心内 悟我感通 自然心一动 悟就动 让悟听从内在意愿的使唤 这就是不设之设的原理 无论是剑术还是其他事情 真正的主宰都是心 只是平常人的心用在具体的事情上 如记昌一样成为一个专才 很少人的心用在道上 如肝影一样成为一个掌握无限道理的人 当人心怀道的时候 形体久顾 练形成器 变质同神 心不畏外物所益 举动顺应自然 心得安乐 罪够除灭 无负烦恼 这是一个只重世间学术 记忆的人所无法办到的 古人求道 重在心城 方式言简易改 莫有太多详述深奥的哲理 比如司马成真的道 只有七个皆次 静信 断缘 收心 简释 真观 态定 得道 定而不动 惠而不用是一种态定 这是定的功夫 惠的慎用 有了一点智慧和能力 就希望用在争取功名利益上 或者想显摆人前第一 心中分有三六九等 如同济昌 属人之常情 但在获得真正平等心智慧之前 必须要先放下过去的认知观念 真正智慧不是不用 而是无畏地用 不为自私目的牟利 或者个人主观意志地用 因为不用 所以外在的方式就不拘一格 随影变化 不受条件限制 观本之末 修静心弦是一种真观 总体说来就是擅查因果 看到微小事物隐藏的原理 觉知自己的一言一行 及潜意识影响 从而采取正确的行动 就像季昌把狮子观成马 足见其功夫 修道有修道的观察能力 观察能力亦在观察细节和心向的变化 这是防微杜鉴处理心灵障碍的惠力 断检事物 不畏物类是秦道的根本 这样才能不迷失在人生的各种追求当中 越少的欲求和占有欲 就有越多的闲事安心 不易被外境搅动 知足而乐 所以没有忧虑和得失心 拥有这样的良好心态 才能称得上一个真正的修道人 静则生慧 动则成婚 所以学道之初 需要安坐 收心离境 断缘则是离开不利于修行的俗事之缘 减少人事关系的纠缠 防止滋生烦恼 贪执和恐惧 静信则不可能通过客观事实 证明来获得 而是一种心灵的直觉感受 就像学建树的人先练习眼睛 修道的人先要学会定心 心是很难定下来的 心就像是一个大仓库储存住大量印象 随时准备住和外援发生碰撞 同时也在不断地收集各种心的印象 思想 欲望 感受 情感 心的静定是修道的基本条件 继昌之所以能够最终跟随肝影修道 就是因为在其学建树的过程当中 已经学会了如何定心 心需要一些想象力来获得某些专注点 以便将自己的意识牢牢附着在上面 这样有利于打开局面 就像继昌通过梭子来练习眼睛的定性 其实也是在训练心的专注对象 而心的专注对象是可以更抽象的 心向内专注需要通过一个点 这个点可以说超越严丝 通过这个点来进入心的虚无状态 这时候不是为了转变心 而是为了让心止息 本质上心是无法转化的 先是一个连续的变动过程 而不是固定的状态 试图转变变动过程是不可能的 真正转变往往来自心放慢 甚至止息之后 止息可能刚开始像一种死亡过程 但其实发生的 是它融入到无所不在的虚无当中 虚无是一切万物的源头 通过虚无就能认识真有 如果虚无像死亡和黑暗 那真有就像光明和重生 它们是一体的两面 是无法分割的 不体验虚无就无法体验光明 不止息换心的作用 就无法超越新的局限 超越了新的局限 就是达到到的领域 在那里生命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让你能够成为自己真正的独一无二神射手 莫有之前也莫有之后 那就是真我实现 本影片到此结束 感谢阅读 祝福早日登出回家